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炮啊 这一把比赛的话是我们超级战役跟帝丸杰总的二番战啊 两边的话在健慧丹尼奥赛的话先用了两把这边的话是第二把比赛 嗯 相比于第一把的话 两边的话肯定会更加了解一些 观察犯的话 开局的话换了一个龙龟 没有换那个隐身的吸血鬼 第二把的话加了一把野兽 野兽之猎 帝丸杰总的话也是很懂啊 观察犯的话隐身宝宝比较多 对面起来一把牛性 第三回合的话 两边都可以同时出宝宝 帝丸杰总的话 我掐死一算 帝丸杰总的话要出现的激发 我们来看一下 观察犯的话不出宝宝 直接断月 对面也 对面也不出宝宝 也不出现的激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回合对面有优势 对面不出宝宝 观察犯出宝宝 对面接取秒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 观察犯是肯 哇 这宁魔神打PK这么猛啊 帝丸杰总能取秒的话我能够理解啊 因为他是二叔 观察犯是一叔 一叔出宝宝 二叔皆取妙 哇 这 宁魔神打PK这头也挺猛啊 对面一个琴三叠 直接返倒观察犯宝宝宝 而且对面有追子宝宝在 观察犯的这个宝宝如果说没有4C的话 50%的一个追子几率 但观察犯不一定能拉起自己啊 OK 追子没中 法术连接 没中 观察犯宝宝自动 魔眼淘天宝宝有神 这 这剧本兄弟们 追子宝宝在追 这能翻盘 不存在能翻盘的吧 这感觉兄弟 对面追子宝在追 没中 怀魂就拉起来 这得出宝宝吧 哥 对吧 出宝宝 出归宿 哦 没有出归宿 出了一个童子啊 因为对面有牛镜啊 隐不隐身都无所谓 对面带感知效果 哎呦 地板接种啊 这个宝宝得改名字啊 对面这个宝宝得改个名字叫封闭重啊 好吧 这宝宝 这无魂 这几率 这回单胶赛 在后面的追子宝宝 只要是单法 就有50%的几率 触发100%中无魂的效果 所以说 这几率怎么这么低啊 观察盘出来个瞬机 群秒 宝宝有神 我跟你说 这把PK的节奏 又跟第一次相遇差不多 观察盘12回合 开始用九转 我觉得这个时候 地板接种的话 应该要出一个千速 要么出千速 要么出归宿 好吧 不要再秒了 不要再秒了 先出宝 先出宝宝吧 哥 先出宝宝 杰总 先出个宝宝 杰总 真的 先出宝宝 哎哟杰总填五魂了 没带七宝吗 杰总 没带七宝 别再填了呀 宝宝贴 应该是对面肯定是要出宝宝 请牛镜呢 凡文甲 出宝宝了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有的时候杰总啊 我不是评价杰总 所以说有 有 有的时候兄弟们评论的对 不能去随意评论 就评价人家的操作 我只是跟杰总说一下 对吧 是不是先出宝宝 比后请牛镜 牛镜回合是要多一回合 对不对 我说的没有错吧 你先出宝宝再请牛镜 牛镜是不是多一回合 OK 宝宝出来了 官杰帆这伤害 这凌波城 暴力 下一把 下一把 官杰帆拉起来 对面要出宝宝啊 杀人力批 批不死啊 对面出宝宝 能批死吗 批不死吧 一玩截总是真的猛 东谱出宝宝 对面但凡出个龟宿都赢了 官杰帆又换第一瓶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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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得出个隐身龟 我跟你说对面这一把 出隐身龟宿 隐身龟宿 点当自己一把群宝对面赢了真的 这杰总就是土铁啊 好吧 比赛19回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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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